泡梅酒要选择度数高一些的烧酒或者是梅酒 酒和梅子的比例达到1比1 根据个人的口味也可以适量的加一些白糖 青梅摘下来以后一定要把果饼从青梅上去掉 否则泡出来的酒会有苦味 泡酒的容器一定要清洁干净并且晾干 在制作之前也可以先用高度的白酒擦一遍 这个要做来消毒 煮盆酒的容器一定要放在没有阳光直射 阴凉通风的地方 浸泡3个月左右酒里面的果味就已经很浓了 如果能泡上一年这个香味会更加的醇厚 梅子酒越沉越香